叶先生爱听相声当年北京演出的时候 天宁曲团到北京 那些人说相声叶先生特别爱听 不能爱听 包括叶先生的长辈 包括艺术家们都爱听 因为什么 那些个人都有基本功 那些个人都做过磕 我们相声也得做磕呀 我们今天很多的相声员都坐在那儿 都顶着相声演员名字 得做过磕 拜师拜师干什么 拜师进门之后 你不是个材料 你拜了师你得成才呀 我今天看着这个 说相声我洗油参半 可喜的是这么些人进入了相声行业 可是很多人进入相声行业 你干什么了 你练相声了吗 拿相声出去哄去 那哪行啊 站台上得一滴站一滴 得给人说出点东西来 嘴皮子得有啊 唱两句得好听啊 说上台说话得有人话呀 都是这个上台没人话 唱几句得嘛歪的 嘴皮子没有 你说相声干嘛 不练功干什么来 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都爱相声 谁不爱相声 把人逗乐了是最伟大的事情 把相声把人逗乐了多伟大呀 最伟大的事情 莫过一相声 你进来相声完之后 你什么都不会 完之后顶着杯 倒是有个名分 家谷上都有你 你会什么啊 你会什么 你说过什么呀 老活力会多少 新活力创作了多少 这都没有 甭赞甭赞这个 天才能一大帮人 玩上都挺热闹 那是哪行啊 这相声不就完了吗 不是排的都挺清楚 活在哪呢 没为了活呢 没有活说相声干嘛 起哄啊 认识玩好玩 这玩意有便宜 这玩意没便宜 说不好相声一辈子败价 后平恶严 没有用 一定把相声提高到 这认识相声最难 门槛最低 小钢琴得家里买钢琴去 小小提琴得买小提琴去 唯独说相声不要钱 不收你本钱 但是咋小你得在这里听啊 得听了哪个活好啊 谁的活好啊 得嚣啊 谁的活好啊 连谁的活好都听不出来 那还小什么相声 这不瞎闹吗 我们今天 三哥的追思会 三哥活好啊 做过科呀 他爸爸说相声 他教他呀 他不教他 他也得听别人学呀 现在孩子们都不小 只知道谁有名 拜谁去 没有用 相声要这么 天天老是这么闹 不就全完了吗 今天追思三哥 三哥我们在晚上 一块交流 夜里两三点 讲那些话 兄弟弄心活 老活那东西 销完了之后 得翻心 翻心不是说 背有老的梁子 里边 相声里边的语言结构 不是说脏的东西 不能用 中医里 要发里 还有皮霜呢 有皮霜 皮霜是毒死人的 但是用得得好啊 哪句话台词里 它得有技巧啊 没有技巧 你是 我你爸 你是我儿子 这句话不能用 不是 你拴得不死 你用的语言技巧不好 那东西就不能用啊 不是说这包袱不能用 没有一个包袱是脏的 那是我们心里脏 包袱好照样用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相声演员 都不研究活了 我现在当然是不研究活了 因为什么呢 都不研究活了 我现在研究 但是我当年研究过活呀 现在都不研究活 那还干什么呢 对呀 这是咱得有包袱 每句话 搭每句话 它是有技巧的 就跟京军唱枪似的 一轮名乐 一轮名乐 四个字里是有技巧的 是要圆润的 咱们上台说呢 刚会儿也得是有圆润的 一句话搭一句话 怎么就拴住人了 怎么就把人逗乐了 那是有技巧的 不说听完之后 你就会了 会不了 你不做十年科 你怎么能会呢 所有的东西 嘴皮子都没有 完说上去之后 那哪行啊 所以今天我们告诉 这些前辈们 都坐在这了 回去告诉徒弟们 练功练功练功 基本功继本功继 是有技巧的 是有技巧的